欢迎大家收看以哈战争快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对以色列的愤怒 威胁着日益暴力的约旦河西岸局势 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封锁 排队买面包 黄色水和不断的爆炸 美国发布罕见的全球恐怖警报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肆虐 美国海军驱逐舰 击落了也门军队发射的三枚导弹 无论是战略还是报复 以色列在加沙的进攻中 很可能会取得胜利 但接下来呢 请大家收看 对以色列的愤怒 威胁着日益暴力的约旦河西岸局势 英国美越电讯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冲突 在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争中被忽视了 这场战争是对加沙 对以色列南部的致命袭击的回应 然而 约旦河西岸的愤怒情绪升级 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冲突 自哈马斯袭击以来 以色列国防军或以色列定居者 已经杀死了至少75名巴勒斯坦人 这是自有记录以来 约旦河西岸的最高月死亡人数 上周 25岁的埃哈迈德 瓦迪和他的父亲伊布拉辛 在以色列定居者向葬礼队伍开火时 被射杀 父子俩当天在萨尔菲特的一家医院 收集了前一天被定居者射杀的 四名亲戚的尸体 葬礼队伍遭到伏击 父子俩被杀 在以色列的战前政府中 暴力事件不断升级 其中包括强硬的右翼人物 定居者开始袭击巴勒斯坦村庄 并以越来越高的暴力水平 袭击农民 袭击者很少被逮捕 而有关起诉的报道甚至更少 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封锁 排队买面包 黄色水和不断的爆炸 美联社 随着以色列 哈马斯战争进入第11天 食物短缺 以色列迄今为止 阻止了人道主义援助的进入 加沙的水和燃料供应已经中断 海水淡化站停止运作 联合国学校目前正在向绝望的家庭 分发来自加沙地下含盐水层的水罐 几家面包店已被轰炸 其他面包店因缺水或断电而关闭 所以巴勒斯坦人正在家中开设外卖厨房 阿兹米 凯莎维 埃斯米卡绍威 躲避的朋友家的厕所几乎满满的装满了尿液 美国发布罕见的全球恐怖警报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肆虐 英国美日电讯 美国国务院向海外的美国人 发出了一份罕见的全球警报 警告他们面临着 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的后果中 面临恐怖袭击 示威或暴力行为的增加风险 黎巴嫩是担忧的中心 英国和美国敦促他们的公民 乘坐剩余的航班离开该国 因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可能在该地区开辟新的战线 黎巴嫩的真主党 也威胁要攻击该地区的美国设施 美国海军驱逐舰 击落了也门军队发射的三枚导弹 英国独立报 据五角大楼称 一艘美国海军驱逐舰 拦截了也门胡塞叛军发射的 三枚陆地巡航导弹 这些导弹于周四在红海被击落 导弹的目标尚不清楚 但可能是瞄准以色列的目标 五角大楼表示 这次拦截展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 综合空中和导弹防御体系的能力 无论是战略还是报复 以色列在加沙的进攻中 很可能会取得胜利 但接下来呢 加拿大CBC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宣布现在是战争的时候 因为以色列准备对加沙地带 进行一次重大的地面入侵 以色列军队训练有素 装备精良 这可能使他们在地面行动中占据优势 然而 专家警告称 大规模的地面行动可能会加剧和扩大冲突 一个关键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那就是在军事胜利之后会发生什么 哈马斯最高领导层并不在加沙 而是在海湾地区 哈马斯既是一个运动 也是一个有社区根基的政党 如果哈马斯被消灭 谁将在日常基础上管理加沙 自2007年 哈马斯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赶出加沙以来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加沙几乎没有重要存在或民众支持 以色列军队进行的一次重大地面进攻 预计对巴勒斯坦平民造成毁灭性影响 特别是如果在城市居民区进行激烈战斗 巴勒斯坦人最感到紧迫 因此支持暴力等绝望的举措 以色列社会已经团结起来支持政府的方向 但是对于被哈马斯出乎意料的袭击的领导层 感到被抛弃和背叛的情绪 如果入侵行动未能实现目标 时间过长或以色列伤亡过高 支持将会消失 以色列人之间出现了政治分裂 对于改革司法系统的立法 引发了数月来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示威 内塔尼亚湖的右翼盟友 被指责过分关注约旦河西安 随着十年期收益率接近5% ASX将跟随华尔街的下跌 悉尼先驱晨报 预计澳大利亚股市将开盘下跌 因为华尔街因为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首次降至2007年以来的5%而下跌 标普500指数下跌0.7%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5% 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的紧张局势继续升级 伦敦警察局关闭了展示哈马斯绑架儿童照片的货车 英国独立报 反犹太主义运动CAA指责伦敦警察厅保护恐怖分子同情者 因为警察阻止了活动人士展示哈马斯绑架以色列儿童的图片 CAA在伦敦市中心陪同展示这些儿童图片的货车 该组织在议会广场遇到了巴勒斯坦抗议者 声称他们受到了威胁和恐吓 警察命令CAA关闭图片并离开该地区 随后还对该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进行了身体控制 警察表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人的安全 CAA正在考虑采取法律行动 加拿大学校帮助受影响的学生和家长应对以色列和加沙冲突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的学校董事会正在为受到以色列和加沙冲突影响的学生和家庭提供支持 多伦多以北的约克区教育局为犹太和以色列学生的家庭举办了虚拟会议 并将为巴勒斯坦和穆斯林学生的家庭举办会议 这些会议旨在帮助家庭在新闻消费方面设定界限 向孩子们保证他们的安全并提供应对焦虑的工具 沃泰华卡尔顿教育局和蒙特利尔英语教育局等其他学校董事会 也为学生提供支持小组和咨询服务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你们最喜爱的六度简报观察员 今天有很多热门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我们谈谈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局势 这里的愤怒情绪正在不断升级 可能进一步加剧冲突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暴力冲突 一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而约旦河西岸的情况愈发严峻 这个地区近期发生了很多暴力事件 导致了许多人的伤亡 巴勒斯坦人感到愤怒和绝望 以色列定居者的袭击也令人担忧 这种紧张局势需要得到关注和解决 以避免进一步的暴力升级 接下来 我们转向以色列 哈马斯战争 这场战争已经进入第11天 给加沙地区的民众带来了很多困难 加沙面临食物短缺 水和燃料供应中断的问题 人道主义援助也无法进入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局面 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同时 美国也发布了全球恐怖警报 提醒海外的美国人要注意安全 因为战争可能会引发恐怖袭击和暴力行为 此外 也门发生了一起重要的事件 美国海军驱逐舰成功拦截了 也门胡塞叛军发射的三枚导弹 这次拦截展示了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防御能力 对于维护地区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回到以色列 哈马斯战争 以色列可能会在加沙地带的进攻中取得胜利 但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如果哈马斯被消灭 谁将来管理加沙地区 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加沙几乎没有存在感 巴勒斯坦人民也感到绝望 同时 以色列社会也出现了政治分裂 对内坦尼亚胡领导的政府的支持有所动摇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解决 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经济方面的新闻 澳大利亚股市预计会受到华尔街下跌的影响 紧张局势正在升级 此外 伦敦警察局关闭了一辆 展示哈马斯绑架儿童照片的货车 引发了争议 加拿大的学校也在帮助受到冲突影响的学生 和家庭应对困难 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举措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个人认为 我们应该关注并努力解决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同时也要关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希望大家也能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欢迎大家提问和讨论 谢谢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